现在我来到我的生命的距离 我永远都知道是正常的路 无限的我都知道 但我永远都没有摇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太难了 大家好,我是冲锦 今天和大家聊聊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很多人甚至没意识到 自己正陷在消费主义的陷阱里 你们回想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明明感觉自己没怎么花钱 月底一看余额就剩两块五 明明这个月也没买什么东西 如果你有过这种经历 说明你大概率中国消费主义的圈套 我建议你看完这个视频 先从消费主义的历史开始谈起 因为任何概念都不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 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 虽然概念的具体内涵 会随着时代的更替发生变化 但内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消费主义最早是从资本主义里衍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 资本家利用这种生产力 生产了过量的商品 商品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消费能力 大量过剩的商品只能积压在工厂里 如果他们一直卖不出去 资本家不能回拢资金 用不了多久就得破产 商品已经被生产出来了 后绝的办法就只剩下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如果人们的消费能力 能够消化掉多余的商品 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关键就在于 怎么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消费主义自然而然诞生了 之前因为生产力低下 每个人都习惯了贫穷节俭的生活 资本主义开始贬低节俭的生活方式 同时大肆鼓吹消费主义 提倡每一个人都应该善待自己 享受生活 消费尽可能多的商品 比如在食品领域 它鼓励人们购买食物 补充营养 等到人们开始暴饮暴食 吃出肥胖问题 它又可以顺理成章地 向人们推销减肥产品 再次促进经济发展 先要区分一下两种消费主义 一种是广义的 一种是狭义的 像食品就属于广义的消费主义 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消费 都在这个范畴里面 它更接近于是一个中性词 而不是贬义词 因为消费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 另一种狭义的消费主义 才是我们平常更熟悉的 它专门指奢侈品 球鞋 口红 这些典型的商品 它才是有价值判断的贬义词 所以并不是说 只有奢侈品 球鞋 奶茶 这些是消费主义 我们的大多数消费 也属于一种不含贬义的消费主义 理清了消费主义的来龙去脉 它的本质就很明显了 不管是广义的 还是狭义的 它的本质 都是通过各种摇唇骨舌的手段 为资本主义推销商品 其中应有的最广泛的手段 就是品牌 在今天 品牌随速可见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品牌 但很多人忽视了它的威力 你思考一下 自己平常买东西的决策过程 比如你现在要买洗发水 你的脑子里会跳出来海菲斯 潘亭 飘楼 你想到的不是洗发水本身 而是某个品牌的洗发水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几个品牌 回想一下就会发现 这是广告的作用 广告把品牌植入了你的大脑 当你想买某种东西的时候 就会从几十个同类产品里想到它 其他种类的商品也是一样 比如你现在要买一瓶水 脑子里会冒出来 农夫山泉 哇哈哈 医保 百岁山 你想到的不是瓶装水本身 同样也是某个品牌的瓶装水 我们以为是自己在主动选择品牌 其实是品牌把它植入到我们的大脑里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会优先选择那些我们熟悉的品牌 每个品类的商品 我们的大脑一般能储存三到五个品牌 但也有例外情况 比如可乐这个品类 我们现在只能想到可口可乐 白饰可乐两个品牌 但是在最初 可口可乐刚刚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 市面上冒出了几十种可乐 比如劳商可乐 非常可乐 幸福可乐 但是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抢占了市场份额 其他品牌在市场上逐渐消失匿迹 可乐才形成了现在可口百事 两分天下的格局 大多数种类的商品 最后都会被几个头部品牌 占领绝大多数市场 你只要一想到这种商品 就会联想到那几个品牌 而剩下的其他所有小品牌 在我们消费者的心里 都会被归为是杂牌 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多少都会有点瞧不上杂牌 这时候 头部品牌的正统性 在我们的心里就被确立了 无解的地方就在于 头部品牌的这种正统性 一旦被确立 成为我们心目中可靠的大品牌 它的地位就很难被轻易撼动 把品牌这招玩得更加出神路 画的是奢侈品 消费者购买奢侈品 不是为了奢侈品本身 而是购买一种象征着 身份和地位的符号 这些符号附在包包之类的道具上 人们使用这些道具 来伪造自己的阶级 奢侈品之所以有一批忠实的白领客户 原因就在于 它虽然不能彻底消除 人和人之间的阶级差距 但它的的确确能迷惑人们的判断力 暂时起到伪造阶级的作用 你在大街上 看到一个装容精致 跨着LV 踩着Prada的女生 除非是见多不怪 不然大多数人 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就是 这个女生精致 有钱 而不会先去怀疑 她是不是个省吃俭 要买奢侈品的公亲白领 但奢侈品只能暂时地伪造阶级 当回到逼着的出租屋 点一份用了红包的外卖 奢侈品的阶级魔法 就自动失效了 以前商品的价格 基本等于商品价值 张三如果把商品价格调高 大家都跑到李四的店里去买 毕竟各家商品的质量 都不相上下 消费主义改变了这个局面 商品价格便为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原先的商品价值 另一部分则是品牌溢价 奢侈品之所以是最典型的消费主义 就在于它的品牌溢价 可以数十倍于商品价值 这种品牌溢价的严重程度 拿几千块钱的包包举个例子 如果把包包换算成普通的商品 大概就相当于 你花了50块钱买了一包味龙蜡条 大多数商品都有一定程度的品牌溢价 这是合理的 但一个可能是中国代工生产的包包手表 即使算上设计师的创意成本 再贴上牌子 也不至于卖到几千上万的价格 市面上的公司一般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产品驱动型 一种是营销驱动型 像英特尔这种卖芯片的公司 就属于产品驱动型 靠的是核心技术 大多数公司都属于营销驱动型 就是通过各种营销手段 占据用户的心智 提高自身的溢价 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门太奇 门太奇是前苏妍的导演库里萧夫发现的 大概意思就是两个镜头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但只要他们的时间上先后出现 在前的镜头会影响再后的镜头 从而影响画面传达的行义 来看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男人的镜头 他在看一个女人带孩子玩耍的画面 然后再看看他的反应 他露出了微笑 在这个片段中 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我们保留男人的两个片段 把中间母亲带孩子的片段去掉 用穿着比基尼的女孩代替中间的片段 男人看到这个比基尼女孩 同样露出了微笑 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变成了一个猥琐的色眯眯的男人 他不再是那个关爱孩子的慈祥老人 仅仅是把中间的片段做了替换 就让我们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 这就是门太奇的作用所在 在前的镜头会影响再后的镜头 从而影响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消费主义利用门太奇 把各种象征意义和自己的品牌绑定 只要他想传递的思想认识 和他的品牌在时间上先后出现 就能完成意义赋予的过程 比如NEC的广告 经常是主人公遇到了挫折 又振作起来克服困难 最后以NEC的钩子结尾 这本来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镜头 也是因为在时间上先后出现 在前的镜头影响了在后的镜头 让观众把人物体现的坚韧不拔的品质 安在了NEC的头上 NEC就成了这种不服输精神的象征 如果让一个从来没听过NEC的人 来看NEC的商标 他只会看到一个光秃秃的钩子形状 没有七的八的的象征意义 我们大多数人 是已经在NEC的广告下浸泡了十几年 只要一想到他 就会自动联想到自由和个性 他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我们的洗脑 让我们以为买了这双鞋子 就能买了个性 鞋子当然能体现个性 但是是设计师把灵感和创意注入鞋子 鞋子体现的是设计师的个性 而不是我们的个性 想借用别人的设计来展示自己的个性 可能是一种创造力不足的体现 但也不是说买鞋子 就一定是中了消费主义的圈套 很多人买NEC的鞋子 是因为人家的设计的确好看 但我们承认鞋子设计的好看 不代表我们接受 它可以用高价收割我们的钱包 在消费水平内 因为喜欢鞋子本身的设计 纯粹觉得它好看才想买它 是很震荡的 如果是为了展示个性 或是向别人炫耀 自己能买到首发限量的款式 才是不可取的 从前是我们的需求决定消费 因为需要我们才去消费 现在的消费需过需求 商家乐情的像过年亲戚塞我们红包一样 把商品塞给我们 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它 我们因此买了很多 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商品 现在商家给女性 需过了越来越多的需求 轻奢 口红等等 现在大家是已经对口红四空见惯了 但如果时间倒退回15年 那时候口红的地位 和现在的粉底眼线差不了多少 基本没有多少人 把口红单拎出来提的 口红是在16年的时候 被商家集体营销出来的 但时间一长 这个原本被虚构出来的需求 好像成为了天狼存在的需求 现在女生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买上一根口红 至于化妆已经是女性的必备技能了 化妆对长相的确有很大加成 但是化妆正在渐渐变成一种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一旦化妆变成了这样的社会规范 它就成了现代的鬼脚步 虽然女生现在还有不化妆的权利 她们还可以选择素颜出门 但是很多女生的内心渐渐失去了不化妆的勇气 有的女生不化妆已经不敢出门了 化妆提高了人类颜值的平均水平 但副作用是让女性陷入内卷 通俗易懂地解释下内卷 一群人在看电影 有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了起来 被他挡住的人也只能跟着站起来 最后大家都不得不站起来 大家为了获得和之前相同的视野 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每个女生都在花钱努力让自己变得好看 但是当大家都变得好看了 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女性集体陷入内卷之后 就算她们意识到 自己是在参加一场没有终点的外貌竞赛 也没有办法逃脱 还是得每天坚持美白 护肤 化妆 而外贸上的投资是一个无底洞 各种护肤品 化妆品 医美 女性再怎么消费 商家都有能让她们继续掏钱的地方 如果没有明确变美的限度在哪里 花再多的钱和时间 买再多的口红和衣服也不会嫌多 消费者于最后让普通人花起钱来 大手大脚 毫不手软 有钱人却激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了两种逻辑 普通人的逻辑是商品 货币 商品 资本家的逻辑是货币 商品 货币 两者看起来没多大区别 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与你之别 普通人先出卖自身特殊的商品 也就是劳动力 假设他的劳动力能换取价值100的货币 工作结束之后 他拿到了这100货币 普通人会把这100货币用来消费 购买商品 然后再次出卖劳动力 换取货币 进行新一轮的消费 资本家会把同样价值100的货币 用来购买原料 投入生产 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掉 假设能换到价值150的货币 这是假设情况 资本家开局肯定不止100的原始资本 但是足够说明这样种逻辑的不同之处 普通人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 赚钱是为了消费 资本家是为了把雪球越滚越大 实现资本积累 最后的结果是 普通人不断地购买资本家生产的商品 帮助资本家实现了财务自由 自己却失去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 大家看这个视频 可以基本了解消费主义的概况 但是如果想真正彻底弄清楚 消费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的疫情规律 资本的内在逻辑 肯定要读一读资本论 我们的世界是由各种内在逻辑构成的 包括资本的逻辑 两性关系的逻辑 社会交往的逻辑等等 不懂这些事物内在逻辑的人 遇到相应的问题会产生困惑 但是他们又无法解决困惑 对于很多问题 他们试图理心思绪 却有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 抓不住的感觉 脑袋里始终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这些各方各面的逻辑 如果大家想看 我之后都会做其视频 而世界现在是以资本的逻辑在进行运作的 如果想要弄清这个逻辑 资本论肯定是要看的 弄清这个逻辑不能大富大贵 但可以帮助你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 不用担心这种大不头自己看不懂 马克思当时写作资本论的目标人群 是文化水平一般的工人阶级 如果想要资本论的电子版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在后台回复资本论三个字 在应对消费主义这件事上 我谈谈我的观点 我之前大学读的是哲学 之前读书的时候 经常会意识到 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问题本身 因为提问的方式 决定了回答的方式 重要的是 怎么提出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 如果提的问题是 如何应对消费主义 得到的答案也是侧重于消费主义本身 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责任抛给消费主义 我们抵挡不了消费主义 是因为它太厉害了 但很多时候是人的虚荣作祟 像我小时候 小学每年开学都要买个新书包 旧书包也完全能用 但如果不买新书包 背着旧书包去学校 在同学面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丢脸 如果改变提问的方式 改称 为什么我们会被消费主义迷惑 把问题的重心放到我们上 就会反观自身 发现我们身上也有原因 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虚荣心 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我们没办法 也没必要根除他们 但也不能让他们泛滥自流 而是可以选择先承认他们 再慢慢克制他们 要想长久地和消费主义和平相处 还需要另一种价值体系 支撑我们的内心 显爱的艺术的哲学家弗洛姆 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提到 能有两种生存方式 一种是占有 一种是创造 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 在散步的时候 你看到路旁有一朵小花 种占有的人会把它拔出来 拿在手里把玩 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种创造的人即使想要摘花 也不会付足行动 而是选择在一旁静静地欣赏 你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哪一种 在今天 消费是重要的占有方式 在人的内心深处 消费掉的东西就不会被人拿走 但还有另一种创造的方式 他不渴望占有 而是重视对人内在创造里的发挥 创造的门槛 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 像我现在做视频给你们看 也是一种创造 包括写作画画 等等一切能够无中生有的兴趣爱好 都算是创造 如果一个人能从创造中 获得足够的快乐和满足 消费自然就会对它丧失 很大一部分的吸引力 商家已经捕捉了一套消费者的心理攻势 先是产生消费欲望 欲望导致消费行为 行为带来消费快感 没过多久快感消失 恢复平静 过段时间再次产生消费欲望 开始新一轮的消费 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消费主义 也没必要彻底抵抗消费主义 现在的社会不一定是理想中最好的社会 但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社会形态 消费主义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洪水猛兽 我们在消费各种商品的过程中 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好处和便利 有的人会陷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里 觉得自己要么拥抱消费主义 要么抵制消费主义 我们可以和消费主义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 既不过分亲近 也不过分疏远 我们选择性能品牌 是为了节省挑选比对的时间 而不是出于麻木的追捧和崇拜 多因为你需要而去消费 少因为你想要而进行消费 报纸完的确能够吸引异性 但你的内在本质 才最终决定你能否和他人建立深刻的关系 个性不是买桥牌和球鞋附送的赠品 而是在价值观一次次彻底推翻重建的过程中塑造而成的 消费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 但首先你必须拥有想要和他对抗的意愿和决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三连支持 我是冲锦 我们下期再见